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任人年第一次 移民移难 喂 你介意 我和大家见面 没错 没错 周 你今天衣服很红 当然啦 当然要旺一旺 你旺一旺移民的生意 现在心理上我们都要旺一旺 好像现在除了移民生意 也没什么生意好做 香港全部都是做服务性行业 那你想想 这样的情报报务性是没得做的 这个可能先公祝大家先讲讲新精头 今年是苦年 祝大家苦苦生威 财源讲进 身体健康 最重要是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这个情况 可能我们出街的时候 或者到节目大家看到的时候 可能那个限聚令有些变化 所以涉及到那些 seminary 可能大家都要看一看我们最新的消息 我们可能如果再有朋友想有兴趣来听的话 可能我们就会个别咨询的形式 到时约时间个别咨询 我们都不会停止的 是的 不会停的 那今天要讲一个什么题目呢 我们之前提过 现在那个趋势 在英国方面不断向伦 当然我们扩散 向北 现在最主要是 因为就着西北发展的大趋势 我们向北 是的 那我们也介绍过 譬如 曼芝斯特 雷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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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才用一个 一字字架来讲的 就是百名汉城 没错 首先要利益申报 因为我们以前做节目 有很多外国的听众 其中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经常和他们 去接触 一只百名汉城的听众 那位是贱先生 贱先生 贱先生就是一位 应该是那些 那些人 他说的很纯正 你看看 你当香港人 他跟我说 有什么人 你不明显 就找我 我就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这个节目 所以就申报 有 就不是我国区 就是我们去推介这个城市出来 让大家去想一想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个城市本身 当然现在是英国第二大的金融城市 没错 英国政府也很锐意去发展所谓的中北部 它应该是中部 大家给大家看过地图 它应该是英格兰的正中部 即是算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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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 再北上 其实那里是苏格兰 物价方面 都跟伦敦的变相差很远 但我们以前没有什么提过 但我们今天 为什么要提到呢 就是最后一件事 我们有盘 有盘 介绍给大家 但第一件事 我们先讲讲 比明显这个城市 比明显这个城市 我最初接触到它 就是纯粹是足球 因为有队波叫八明显城 没错 没错 但是就踢得不一样 没错 各个城市都有 是的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对它比较陌生的原因 因为它始终在中部 就是我们对它 譬如在西北部 那些 就是伦敦 就是西南部 那些 我们比较熟悉一点 但是呢 以前来说 八明显其实应该是一个工业城市 嗯 但是现在它又住了 原因很简单 工业在英国其实都退化了 是的 基本上它都慢慢转化成为一个金融商业 高科技 高科技 所以很多做厂的 现在都不在英国了 它的厂可能它都会转型了 转型了 所以大家就不要用它 以很久以前那种 是一个很旧神的工业城市 去想一样 但是最重要的 其实我们一直有概念 就是现在很多楼盘 其实你不一定要向回市中心 曼徹斯特如是 其他城市都如是 伦敦都是一样 是 那为何是这样呢 这个就是有资格去说 譬如去年年尾去曼徹斯特的时候 我发现真正曼徹斯特市中心 其实很小 等于一条厘都这么大 大一点 差不多 真的差不多 他可能没有来到那么多人 他两旁就是跟着横街 是的 我一定记得 那条Oxford Road 或者New Oxford Road 你去过城市 可能有这样的路 你再远 譬如我们那时候去Selford 原来走廿多分钟 就是走廿多分钟 走廿多分钟 已经到市中心 如果懂得走廿多分钟 所以你就不要给它错觉 就是说 我住不住市中心 我就很踢脚或者很麻烦 其实就不是的 另外一件事 就是因为现在铁路的网络 越来越发达 所以如果你说 我不开车 我乘铁路的 乘铁路的 乘铁路的 乘铁路 乘铁路的 都很快 其实基本上 在英国的铁路 和巴士 的网络 是铺路的很完善 很完善 所以如果你是英国的概念 其实香港是抄英国的 所以香港交通网络的铁路 其实英国也是这样的 巴士、巴士线、铁路线 就是覆盖着每一个卫星城市 每一个乡镇 或者是他们的交区 基本上都覆盖了 我们今天也是有盘 但美国讲盘之前 似乎英国应该打算加息 是的 加息这个催势 好像都是全球性 英国已经讲了 美国其实都讲了很久 所以美国、英国都准备加息 等于欧洲普遍都有这样的共识 如果加息的话 对一些朋友 有他们的智业有因或的兴趣 会不会有所降低呢 对香港人来说 其实他们现在 有很大部份的 他们都是一次性比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本身他们的楼价 他们是 负责的 因为他们一定先买香港的层楼 香港的层楼 香港的层楼卖了 肚园有三百万人 对不对 对不对 而且那边的利息 就算未加息之前 都要去到四厘 即那个叫 抗予贷款 是的 优惠利率 优惠利率 它都是要去到四厘 所以基本上来说 香港人一见到四厘 又够钱买的话 就股票多 其实是股票多 你计算到数 四厘的话 你说分二十年 你借他一半地说 借一半地说 当是借一百万地说 那你其实还到尾 你都差不多还到一百万 所以其实 暂时我觉得的影响 对香港人来说 就不太大 反而想投资第二间屋 就可能会有些影响 因为之前早期的时候 很多香港朋友 一层自己住 一层出租收入 这种我相信可能会有少影响 但如果那层楼大概在二十几 以下 二十万到 基本上大家都不用怎么想 那我买到一层楼 如果买到一层楼 其实都是四百万 其实香港 如果你买一层楼 限定 你套现三四百万 其实不是所有人都有 但很多人都有 这个价格 那今天有没有这些盘 有 我想讲一个盘 其实它的价位 一房单位 都是在二十万磅以下 十几万磅 贵而交 好像都很难找到这些盘 现楼就没有了 现楼就没有了 因为这个是如何现楼呢 就是 它应该是 在今年的第一季 尾 是的 但是我们预测 其实它当时 上年说是这样 但是可能就去到五月左右 六月落所时 其实都叫现楼 为什么呢 成交都要三个月 成交都要三个月 是的 二月 成交都要两三个月 两个月左右 起码都要 所以基本上来说 这都叫现楼 现楼 现在你想说有这些价钱 基本上应该是很少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介绍给大家 那你又要问 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些损盘呢 其一就是地域的问题 是吧 这个就是 因为它现在都 它不是林尊那只 它现在还在发展中 其二就是我们上个星期都提过 就是它们有很多保育的楼域 它不是拆了一层楼域 它是将它重新再装修过 重新再重建过 然后保持它的外有外貌 那里面装修 所以它的落盛期就会快一些 其实基本上一年多 它就可以打电就可以了 那周奇 现在英国不是大量这些 就是比较多这些盘呢 也不可以说大量 第一就是这样说 其实香港现在大部分 卖一些 很多时候都是大的发展商 他们建的项目太大 说的是十几栋 那些高层式 那些那些 或者是一些 就是 屋苑管理那些大型的项目 所以 变相来说 现在它们卖楼花多 但是我们 一般跟英国本地的 我们叫中小型的发展商 它们其实 每年都有这些项目在做 所以变相 就好像我们比较多一些 还有我们又会有一些 就是早前我们做的 HMO 很多这些HMO的项目在做 这些这样的发展商 很多时候就是用这种形式去做 那个发展项目不是很大 可能是一两座 或者是一些西密导式 比如三四层 这些来说 其实对于真正的英国人来说 是喜欢这些 是喜欢这些的 还有这些来说 也有安全性的保障 因为它都有管理 因为很多香港人 其实他们一开始过去买屋的时候 他们有时会担心 经常问那个自安问题 自安问题 是的 其实我可以这样说 如果你住房子的话 或者住那些牌屋 你记住 他们就没有什么气窗 那些什么降门 其实很简单 没有门 没有枪花 所以其实 如果对一个人身路不熟的 香港人 亲移民来说 其实我觉得就不太适合 你可以住这些会靠近 我们香港人的生活习惯 第一 它有管理 第二 它有一定的安全性的保障 而且它都低密度 三层四层 你变成来说 你都不会觉得它是相当之的 迫劫 好像香港那样 迫劫一定不用想的 各个地方一定在香港大 是的 还有它周边的环境 都是相当好的 特别现在我们在做这个 在北方附近 都是大概来市区 都大概坐火车二十分钟左右 这些我都必须要调强调 所谓那个离市中心的 就不是我们香港想像 我用市中心的 去到元朗以外 其实是近过 即是是几个区的问题 不是讲的话 即是如果你说方便 我们自己这样讲 第一 你比如说熟悉的 你去曼西斯特 去伦敦 去北美衡 其实你说火车 都是一两个小时 就不成了 是的 特别是 现在香港人很喜欢 说的鲁定帘 这些地方 都是二十多分钟车程 是的 等于你坐地铁 你举个例子 譬如说 全湾到中环 全湾到中环 差不多 就是我们不会说 他离开市中心 是的 他的地区一定是方便 是的 还有好处是什么呢 我今次介绍这个地方 环境是很好 本身政府对他的保育是特别重视 因为那个地方本身有历史价值 文确是英国的釀酒地方 釀酒 釀酒 其实如果你一广单位来说 你就预计它大概是四百 四百多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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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有限制 不可以太小 四百多尺 其实对一个小家庭 两个人住的话 就很足够 是很足够 甚至如果你是住一楼 因为它是一楼的意思 就是地下 这个景观很开人 这个也很紧张 香港人没有人住地下 除了你早期的公屋之外 没有人住地下 不是 因为地下全部属于店铺 是的 它不是说你不想住 而是地下太贵了 是的 其实现在香港我们应该住有地下 是的 如果住村屋 村屋那些就有了 是的 即是我便住地下 感觉上真的很方便 即是一开门就在街上 是的 即是很方便地住地下 所以我强调 你住地下 开阳的感觉就是为何呢 你一开门就已经是街上 还有 例如我所谓的 在加勒大很多老年 即是年长那些 一定是地下 因为他怕行楼梯 有些人可能要坐轮椅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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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即是 即是大部分老人家在外国 他一定是住地下 他不会走上去 嗯 当然 你说 好像我们这个 低密度这个项目的话 它是没有电梯的 因为它只有三四层楼 那需要电梯呢 只有三四层楼 它没有电梯的 当然 如果两房 六七八尺 那些 就大约多几万磅 左右 二十多万 那 现在越买越少 喂 文说好像这些盘有送车位 是的 没错 刚才我们说 你不懂驾车 如果懂驾车 它这个 当然你懂驾车 你买它都送车位给你 嗯 这个好处就是 这个好处就是 其实你在英国很多个城市 不是说 到处都有车位 这个 就是 我记得 Wedding的楼盘上次 真的没有车位 嗯 它是房子 都没有车位给你的 嗯 这个就好 它就包了个车位给你 嗯 当然你去到英国 你很自然 其实你就算没有车牌 你都可能会靠个车牌 因为你整个英国这样走 甚至你整个欧洲走 你驾车都是方便 哎 爽啊 如果是这样 就是 刚才周说 驾车整个欧洲走 真的爽啊 是的 香港没有这种概念 但你去到英国就不是了 如果你对这些朋友 就是 就是 做了 半退休的情况 那些朋友 他可能就会 到处去走 那样 特别可能在头两三个月的时候 又想了解一下 很多人都是这样 才去适应这个地方的时候 可能他未必会找工作 所以整个英国先走 这些情况 其实驾车 当然是会比较过人一点的 是的 还有 因为你踏车 始终来说 你不方便 是的 那租了 我们刚才说了是主 但如果说这些盘 作为投资的价值 那你又觉得 怎样看法呢 收租来说 它的租金回报来说 当然没有上次我们说的 actual mode这麽好 它都有七八厘那麽多 那其实它这些 如果你只是 以一房单位来说收租 其实它都有四厘的 都有四厘的 那其实就 当然你说很高也不算 但如果你有多余的钱 但你又不是很懂得投资的人 其实四厘的回报 其实已经都基本上是 可以 就是跑赢通胀的 基本上可以跑赢通胀 不要用今年计 就是我们说 平均的数值来说 其实都是跑赢通胀的 但是 为何我说一房单位 会容易租一些 因为很多时候 在那边打工的人 租你的房子 都是一个两个 很少会 整个家庭来住 而且 这个城市 整个大的 其实都是110多万人 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 但是在英国来说 算是多 110多万人 它的特色就是 它在45岁以下的年轻城市 都转到它六成的人口 所以说来说 你出租率来说 在这些年轻城市 你就知道 其实年轻人不是当地人 可能是流动人口 对 对 应该是这样说 整个英国流入的人 打工的人 其实多 还有一件事 那里有一个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就是博明汉大 我们说了这么久 大家也未看 你可不可以展示一下 给客户在哪里 其实那个位置 我们看看 那个名字 叫做Burton 对 我们要先讲一下名字 不是待会人 在电视机上叫做Burton Burton Burton on Trent Burton on Trent 这个字是怎样解释呢 很简单 你凡看到按什么按什么 就一定是那里有一条河 Trent是一条河 跟着呢 这个Burton 就是那个地方名 我尝试给大家看 阿祝你再讲一讲 其实我今天看不看到 我手上有个图片 这个基本上 它建好之后的样子就是这样 大部分英国的屋都是这样 红砖 佔顶 这些这样的一楼二楼 有些会高些 三楼四楼 有些会低跌 但是这种这样的屋 你见到车位就会停在前面 停在这地方 所以它送的车位 其实它有很大的面积 是很方便停的 就是停下 你走去 如果你住地下 基本上你放下车走去 就回家了 所以在英国来说 整个这种这样的 这些形式的屋苑 其实是挺好的 管理上来说 它其实不会觉得很静 周边只有几户人 这样 英国人是喜欢的 但问题是 香港人来说 有时会觉得 担心它太静 不习惯 好像安全感会低一点 而且你记住 在香港你说 那些窗花 又整了铝 门又整个铁闸 那边不流行 那边没有什么 那就是一道木门 甚至觉得 这些木门 怎么一脚踢开 给一个景碑片 是这样的 但当然 他们都习惯了 其实都会安装一些防盗 多数我们看到有CDV 是一定有的 你住在House 那些一定是有的 不过这些老实说 你说防不防到多少呢 就见仁见智 但当然 其实它的社区 你住了久了 大家就不会产生这种感觉 其实都是安全的 还有犯罪率来说 其实我们现在介绍这些 它的犯罪率 在全英国来说 都是算低的 犯罪率 所以即使我说一些轻微的 就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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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本身大家 我相信 不需要顾量的 就是说 那些空气如何 或者 一定不是那些 倫敦那些 那些 一定是空气清新 或者那些水 水源很干净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它是保育的地方 是 因为为何我特别说这些 就是说环境好呢 不是说英国这地方的环境很差 而是它是特别好 因为它里面有几间大的酒厂 所以河流的水质 它是控制得很好 因为它要令到他们那些酒厂 靠这些环境去让走的时候 所以变相来说 那边的水和绿化都做得相对很棒 而且如果你找到 在网上看 原来它当地是以水出名的 这个很特别 因为它让啤酒一定是在水里的重要 是的 是一个景点 就是它的水源 是的 所以变相来说 这个地方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联络我们 可以联络我们 我们其实未来 如果没有特别的话 这个星期六我们就有一个讲座 没有特别的意思就是 如果它限聚没有去到 很极端 我们讲成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每一天都不 是的 是的 如果你每一天都不同 二十几百 那你用什么去到一千 那你去到一千 那你当时就说 不想出街 所以变相我们就没有了 但是我都讲了 你如果变相我们 我们可能会化成为零 可以再个别 即是说 一对一去介绍也可以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 不妨就WhatsApp我们 这个最后一个问题 例如Burton这个地方 大家理解就是 它是百明岸城的稍稍外围 但我再次强调 它的外围才不是我们理解的外围 中学小学都有 另外supermarket 或者摩尔都在说二十多分钟 举个例子 例如去Nottingham 或者去Chefville 那些有几月 去Nottingham 刚才说 如果你坐火车 都是二十多分钟 如果Chefville 就远一点 那一条路线 它就不是一条直路去 大概来说 可能都要八九个字 都要一个小时以内 是的 又是说我们由中环去荃湾 那类 是的 是的 然后你如果去Burmanham 又是大概四十分钟左右 如果坐火车是二十多分钟 因为火车是直线 那你开车就可能要兜一兜 所以开车就可能要四十分钟左右 所以其实整个location 它去哪里来说都是很方便的 包括你去机场 Burmanham的机场 都是一个小时左右 一个小时左右 最主要是等于伦敦市区去机场 都要一个小时 希斯路机场都要一个小时 但如果你住得比较 正好你住在北面的话 伦敦的北面你去希斯路机场 还是在南面 那整天要两个小时 是的 所以你别以为 因为这个情况 你如果计算四通八达 这个地方是可以的 尤其是中部大家要留意 因为它应该未来这二十年 整个英国发展的一个重点 是的 未来的高铁都会有站 当然这个站是落成在哪里 因为它现在是规划中 我想五年内它可能会 你如果说规划 现在出来的地价就升了 当然了 所以大家要早着先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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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后 就已经差不多到十五至二十个百分比 其实升值的能力 就以这些现在未叫要开发的地方最高 一定是这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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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经济 所以 我们现在看好 其实 不只是我们看好 香港 李嘉诚也看好它 早过我十几年 他们已经开始投资 其实 基本上来说 英国我想未来的发展 一定是向上的 就是它的楼市或者经济 所以我觉得 不用担心 买了之后 跌到钱 这种情况 我相信 是 楼很稳固 我相信 在英国我们介绍的这些地方 大家可以放心 好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再次公祝大话 就是新年进步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好 好 好 jaw 好 谢谢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